大家好 这一章将为大家讲解到 学景的表现技法 所要掌握的是冬天特征 以及学景场景中材质的表现方法 学习积雪的调节与制作 学习制作积雪的几种常用方法 在项目开始之前 首先 对项目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本章节主要通过一个学景的表现 向大家讲解学景的具体表现方法 学景的表现具体体现在材质的特征上 在制作时需要配合使用其他极款软件 以及脚本 希望大家在学习本章节的时候 多留意不愣着材质的调节方法和 日常应用 因为这是学景表现材质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方法 现在我们打开Max场景 好点 谢谢观看 按住相机视图 我们拖动一下 时间滑快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场景是之前 我们已经在网上当下来的一个场景 我们直接再让它 作为一个案例进行讲解 我将以我自己的方式 对大家诠释学景的表现方法 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F3 显示一下 是关闭掉 看得清楚一些 它的最终渲染尺寸是1020x576 1020x576的图 首先拿到场景以后 对场景的前期进行一个初步的整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 都是这个方法 打开所有组 选择空物体 把空物体进行删除 一定要在打开所有组之后才进行删除 要不然主体的物体也会被删除 好 导入材质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么多材质 这材质 后面我们都要经过重新的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丢失的贴头 没有 合并一下同名材质 没有了 接下来对场景的CD进行整理 按住 sift键加g键 sift键加g键 我们来看一下场景中 mos没有CD mos没有CD 这个场景 将它的座标进行一个整理 顶失图的按 Ctrl加A键 进行一个归位 进行归位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已经比较到位了 旋转 视图的各个方位来看一下 它这个场景 再按相继视图来看 就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要把它做成冬天雪景的气氛 首先我要对冬天雪景的气氛 作为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们可以在百度上面 先看一下 百度 图片里面 冬季雪景 雪景 雪景 我们来看一下 大多数都是跟天空有关的 我们看一看它天的调子 整个的色调 这些 将它变为 这 传统翻页版本 看一下 找一下 类似的冬天的感觉 这些 因为目前为止我们搜索的图片有限 所以说我大概确定一个 我要表现的时段吧 我要表现的时段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 我这上面有的一些图片 表现的这个时段也是可以的 早晨的时段 这个也是雪景的时段 这个是个清晨的时段 我们大家都可以都可以看一下 他写的图片还是比较多 大概我们找一个时段来对他进行制作 这个时段吧 天空比较干净 整个表现的是大白天的一个时段 看一下 看一下 0.4 0.9 这个时段我们先把他这个图片拖在进来 拖在他作为他的一个天空使用 我们定义为他的雪景的表现时段以后 我们对场景看一下 他场景中有没有丢失的东西 包括一些材质的丢失 按住shift键加t键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些材质是原先设置的材质是不对的 这个路径 将其设置到 这个之前我们都是讲过的 将其设置到桌面上有一个maps 将他纸巾进来 等一下 如果一次性没有指定到位的话 大家可以分几次 分为多次再进行指定 多指定几次 确保他一定要 比较到位 使用这个 现在差不多 它是从0到200帧的这样一个动画曲线 一个动画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到100帧以后才开始表现景观 加上表现一些雪景的特性 然后将保存 多存一下 这个在前几章就给大家说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整个场景进行一个环境光的测试 和阻光的调节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数目渲染 我们不管是做雪景 还是做秋景日景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确立素描的明显关系 确立场景素描的明显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相机视图 我们按住键板的F10键 也可以双击这个地方 将它转化为微锐的标准讯览器 微锐的标准讯览器 这个版本是因人而定 这个版本是比较高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相应的版本 但是相应的版本 它要支持相应的MAX的 主程序的高版本 这个是对制作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草图的设置 我可以设置小一点点 草图的设置 不开置换 开着两次 不开这个 抗拒尺那些都不开 这个地方也先不动 也先不动 这个地方开100 固定内存 动态内存6000 根据自己而定 做商业图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logo的标识勾掉 大概是一个这个效果 现在进行数模的测试 给它一个数模的材质 150到220之间 150到220之间 好 将其策刷给 替代材质之球 重新命一个名字 有可能重复了 Sky Sky 对齐进行一个 虚然 速度是比较快的 就进行一个虚然 大概是一个这个效果 现在 我们把它的球天做一下 把它的环境天做一下 不要用几何球体 用一般的固定球体就可以了 场景给大家经常讲过 放开摄像机 我们来看一下摄像机的走位 是它的两倍 大概是它的两倍左右 奥特加Q 进行孤立 将球体变成半球体 Match 这个地方 每章节都是一样的 大家只需要记住一章节就可以了 Flip 将其反转法线 Flip 这个地方 变一下 每一章节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将这个球体 覆盖上一张贴图 这个地方我们要调整一下 我们要有用的贴图 要用到的贴图 在这张球体上面 我们要用到这样一张贴图 但是这张一张贴图的天空 一半部分是被植物所遮挡 所以说这不适合我们表现天空 所以说我们可以选取天空包含的第二部分 进行一个一定程度上的移位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要选取合适的 先给它 拖布沙漠 让它圆滑一点点 显得 比较完美 再给它U 法线反转 这个都是一样的 微视图中 调为2 我们拖动一下 现在来看一下 选取这张球天的UV 再进行调整一下 UVMAP 将其变为柱状 这个给大家讲过的 现在的这个感觉不对 将其调整一下 转一下 转一个圈 我们可以相对应的转一个圈 将其变为2 按住 寄附的加F 显示安全框 现在我们在安全框里 进行调整 重复的不够多 看来球天不是 很正常 大概是一个这种效果 相应的进行一个移动 球天天空也是很慵懒的感觉 调整它的物理参数 将它可见勾上 反射折射勾上 穿透阳光 不产生意 举调 这个都是给大家说过的 在维瑞的这一项里头 将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一步步来 123 4 5 对方改成零 这样就可以了 显卡有点问题 再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将其放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与这个场景是否匹配 这个天空 这个天空还算是 可以吧 我们也可以 对它再次进行移动 不要移的太过了 不要看到它交界的地方 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对它进行渲染 现在我们来看的 虽然测试完了以后 但是我们并看不到这个球天 这个上次给大家讲过的话 需要排除球天 这个物体 因为它是可以被我们看见的 我们将其排除 首先排除之前 我要给它一个名称 球天 便于好选择 将其进行排除 球天 球天 可以了 再次进行宣染 现在大家还是看不清楚 那是因为 这个球天 我们没有给自发光 在白天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自发光改为百分之百 这个地方 机器有点问题 不管它 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下次渲染 这是一个渲染出来的 一个数模图片 并且还伴随着有球天 通过刚才的教训 我决定将它进行一次存盘 Ctrl加S进行存盘 进行一个加存存盘 这一步我们完成以后 现在我要对它的主光进行一个调整 和它的环境也进行个调整 对它的主光先进行调整 既然现在我要表现的是这个相机范围以内的东西 我们看相机范围以内的东西 包含的那些东西 从这个地方来 肯定是包含这个水面 或者这个湖面 一直到这儿到这儿 是整个建筑 但是我要突出冬天雪景的一种气氛 往往我不需要将它的那个天空 和它的主光设置的比较亮 我往往可以通过打撤凝光的效果 来凸显建筑的结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说也许大家不是很明白 现在我们将其用目标的平行光 模拟太阳光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表现的是这一块地方 我可以先试着打对角 来看一下 按据改为微锐 先抖 冬天的阳光 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这个场景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看一下 这边都有 关掉一个 冬天